大家好,Ren你好,How are you? I'm good,今天我也是戴帽子,因为没梳头了,头发长了少少 我们今次,合一合奖先,ok 心经讲了四五个节目? 也不是,六七个节目 由召见五蕴皆空开始 其实很有趣,我看之前有看其他一些师傅 或者讲佛经,讲心经的人 其实召见五蕴皆空,很多时候他们都讲很久 他们就会比较讲得深入一点 或者会直接在佛经里面解释更深奥 反而有时候,完全对佛学没有佔触 甚至是禅修没有接触 会不容易理解 为什么?因为那句召见五蕴皆空 其实是心经的一个精髓 因为他配合了之后那句召见五蕴皆空 就道一切父 因为那些人怎样会听心经 可能怎样会听佛学 或者听很多的佛理 因为他们有苦 所以他要知道召见五蕴皆空 就可以道一切父 就尺寸了 所以这句是精髓 如果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之前解释过空性 还建议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如何去用 文字上当你理解了空性 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 只不过是代表 重温一下 空性的意思是 第一就是无常 世事变幻莫测 即时事变动就是永恒 一个就是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大致上就是没有了自我性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用 无我 无我 和因缘条件 英文就叫做 Conditional Causation 我记得 Conditional Causation 这个空性就代表了这个意思 并不是很消极而 什么都没有 因为空 消极不运皆空 反而是积极 给我知道所有的东西 不是任何一件物件 一个人物可以控制到一件事发生 亦不可以控制那件事消失 即是叫做无我的观念 这个就是 我想整个Buddhism的原理 无常无我 就是空性 好 因为心经其实二百六十 多少个字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二六零 二百六十个字 这样其实 我们想着一路说 整个心经 但其实我们未必需要每一句 因为我记得你说过 之后有一些 是比较再深奥一点 如果再在文字上解释 或者对我们 收听我们的观众 都未必会是一个 不可以说没有帮助的 但是或者会 会不会好像太过 有点深奥 因为开始做中间那段 牵涉了一个佛的另外的修法 叫做十二恩元观 和一个叫四圣道 那些是要比较少许的法学基础 就是或者我们到那段 可能再看看用了些什么 再简单一点的方法 去告诉大家 可以联系到日常生活 可以见证 见证到这个文字上的理解 而帮助你用你的日常生活 去认证 英文认证 就是印证 哦 心经原来 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除了你听心经 除了你听之外 你其实要将你日常遇到的东西 你试试将你日常遇到的东西 那些经文上的东西 真的可以贴提 贴折 贴折 可以认证到 经文可以认证到生活 生活的东西 也可以认证到经文 是的 这个其实我们 为什么有这个 Ju5 channel 也是这样的目的 我们的初心也是这样 是 很有趣的 今天讲 其实我记得小时候 我很喜欢看无线剧集 西游记 西游记 什么都好 有时候少林派 实际内会听到一句 阿里陀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整天都会听到这句话 其实心经 也是有一段 就是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空不以色 色即是空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四句 其实很多人 以为空 什么都没有 其实听一些普通人 或者对佛学没有研究过 或者禅修没有去学习 常常会觉得 都是那句 空即是什么都没有 很消极地 阿里陀佛 做感不做感 其实很多人都会以为 色即是空 空即是 贪得意地说 开玩笑就是这么说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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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次 我们从这个节目 不如你试试 简单些 人家联系得到 这四句 是什么意思 好的 我再重复那四句 我们上次讲完之后 就应该去到 少少中段的心经 就是 色不以空 空不以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受想行识 亦伏如是 我先讲这首四句 其实色不以空 是怎么产生下来的 记得我们 最初的 我们讲 五蕴皆空 其实五蕴是哪个 我想跟大家 再做一个计划 五蕴就是 色 受想行识 第一个色就是 颜色的色 这个色 也是色不以空的第一个色 这个色是什么呢 其实色 如果英文说 就是一个 物质性的东西 是你可以摸到的 因为其实 一个人 主要是两部分的 的组成 的 材料 一个就是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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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就是 你的 精神界 精神界 第一个色 就是材料 接着 受想行识 就是你的 心理上的活动 内浪 在讲什么 还有 便是 释不以空 因为 这个 心经奇事 这是从佛达 祂来colare 帝子、舍离子说的,有一类的人,他会觉得材料是永远不变的,是永恒的,他会捉得很紧的,就是抓得很紧,有些人对自己的身体,他一定会觉得身体是不会离开他的,是抓得很紧的,就会很辛苦,所以第一句,佛陀就会说,色不宜空,不宜就是离不开空性的,就是所有的材料,所有的物质性, 是离不开空性的理论的,譬如人的身体会不断地变化,由你开始由小孩,到你少年,到你中年,到你老年,到你死亡,是不断地变化的,首先佛陀佛就会说,其实所有的材料都离不开无常和无安的,离不开空性的,他要让我们知道了,这一个是一个叫做principle,一个是宇宙的 定律来的,除了身体之外,可能你的所有东西的,吃的东西,钱,钱你有机会破产,有机会再赚多一点,就是你现在没有钱,当你什么钱都没有了,又不代表你,因为它是空性,你亦有机会,发奋图强也好,就是憑自己努力去赚到钱,这个也是空性的,甚至乎你真是 又是又没有,又变成有,但是呢,当你有了,当你真的做六合彩了,你有了,但是你又不懂得去理财,因为是空性,你又分分钟又会败走了,所以呢,又是一种空性的表达,而这个识,有钱没有钱,又是一只识,就是你拥有这个钱,可以这样的理解吗? 我会再用,我们因为,有一次在一个节目讲,所有其实跟外界接触都是靠五个评论的,眼耳鼻舌身先,其实我就首先讲眼耳鼻舌身的空性先,我们不要讲眼耳鼻舌身,耳鼻舌接触一个声音的, 当你的黏定或你的国际能力高,即国际能力有一段的基础之后,你会发觉所有你听着的声音,都是不断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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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很容易去了解到,然后第二,眼耳鼻舌,你闻的味道,你都是会不断的变化的,为什么会变化,可能你一些,我当你喷的香水,你喷一下香水,哇,好闻哦, 然后你是否会有冲突,想再闻一下,其实,其实,大家会想一下,为什么会有冲突,想再闻一下,因为你受伤痕,如果你慢慢去,这个香味令到我挺好受,好香哦,你有这个这样的,你可以这样承论是对的,其实呢,如果那个香味是没有变化的,就是你闻第一下的香味,你闻第二下的香味,第三下的香味, 都是同一个香味,你不会有一个冲动,你想再闻第二下,第三下,就因为其实它会不断的变化,你才会觉得,你第一个香味和第二下的香味不同了,你才会有一个冲动,继续想去闻第二下,第三下,其实因为它的成质就是,是的,是这样的,你当你闻定心,哦,其实是,是,是,很有趣的,眼耳鼻舌都是,舌,你当你底下,底下你吃个雪糕,你底下感觉上是好吃的,其实,当你底下,底下你吃个雪糕,你底下感觉上是好吃的,其实, 因为第二下的味道和第二下,第二下的味道和第一下的味道已经是不同了,才会有冲动,想去再吃第二下,第三下 我又有一点问题,不是你喜欢这个味道,所以令到你再想试多一口这个冲动呢? 就是你不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一口那么甜,你说是士多啤梨雪糕,我吃了一口士多啤梨雪糕,很好吃哦,是因为你想再试一个同一个口味 的士多啤梨雪糕,才令到你再想吃,不是这样的吗? OK,你可以误,你误,这个是因为你是,你这个就是,因为你有个想吃的念头出现了 所以驱使到你又再去想吃,拿着那个动作,真是一口的动作 是由你那个就是有些因缘和合的,就是因缘的成质 是你有个想吃的念头出现了,驱使你有个再想拿着那个动作 而我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你会想吃?因为其实你那个,你的两个,你的骨 就是你的内心,其实你已经,你有个驱使到你,因为你自己知道了 你第一口的味道和你第二口的味道是有个变化在这里 所以你会驱使想吃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是,你要再,或者就是要... 或者就是要... 或者就是要... 就是你的那个善敌令,再看到一样东西 你才会发觉到,哦,是的,原来其实我第一味的... 就是你第一味的感觉上的雪糕 和你第二下的这个雪糕,你一定找不到第一口的味道 那我都明白你的意思是,就是其实你... 我做一个动作这样,我再做一个动作,其实... 第二个动作已经和第一个动作不同了 虽然很像一样,你是不是可以... 其实也比较深恶的,你刚才说的 是,是的,是的,是的,因为... 你这样说... 还有,有一个不用完的,我当你... 我现在拿着这个包子,第四个就是身体接触 你现在试一下,你不要去包子,你的手这样拍下去 拍下去,大一点拍下去 有没有感觉上,会避呀麻,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记住,避呀麻的感觉 记得清楚,分开你的手,你再拍下去,你再拍下去 你现在第二下,第二次感觉避呀麻,和第一个比较 你可不可以肯定是第一个同样的感觉 那实际上是相似,但是都应该不一定一模一样的 其实已经不一样的,是的,是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色不而空 接着第一个是最难破的,就是眼色的 Renfield,我现在想问你,你现在看到外面是什么景象 你现在立刻看着 我看着你这样,是的,我看着你这个镜头 你现在试试看着我,接着你闭上雙眼 闭上雙眼,闭上大 嗯 现在第二个景象和第一个景象 是不是你骨子里,老海里觉得是同样的? 那我会明白是不是同一个景象 虽然你是你,但是比之前的景象已经不同了 如果你问我的话,是的 其实呢,如果你再有一点点的,不是心理学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是路头射回来的景象 其实只是一个画面 即是你现在看着他的东西,你闭上雙眼 当你的定力够深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和你以前 即已经变了了吧 即已经变了了吧 已经变了的,是的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个,由你那个眼神经 去反映到那个老神经的东西 不断变成,变成,变成,变成 那么我那天呢,也听到一个师傅 他的定力是很深的,他有一些高增呢 他的定力是很深的,其实当你看一样东西 当你看这个杯子,当你看这个杯子 你会看到那个杯子的东西是不断地生灭 生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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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灭 而没有一个东西是真正是不变的 嗯 这个就是一定要一个比较高深的东西 嗯,嗯,嗯,嗯 所以为什么是佛要我们看清楚 因为他怎么讲第一句心,就是色不宜空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不断地变化,变化,变化 而没有一刻你可以捉到你之前所得到的经验 就是再简单来说,我们所有每一刻经历了的事情 只是当是一个生命的经验 You have to train as a experience 嗯,因为 experience 是你不会找回你以前的 experience 他再一个再简单一点的例子 我当你去过玩游乐场 我当你去过迪士尼 坐那些高卡车是不是叫高卡车 不是,过山车 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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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刻坐过山车 你觉得很好玩的 当你第二刻想坐同一个过山车 你已经找不回你坐第一刻过山车的经验 其实每一样只是一个经验 是啊,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同意 其实当你吃一杯冰淇淋 听音乐 或者你见到所有东西的东西 事实上有一次 我现在每一天 就回乘地铁回公司 地铁就有一个很大的麦当劳牌 是一个Fdising的牌 它的牌其实就是 你每天都是麦当劳的那个广告 它不会移动的 嗯,但其实你每一次 今天星期日一见过都是一个牌 星期日一见过同一个牌 我们所有人都会觉得 这个都是同一个牌 同一个麦当劳牌 但是其实你每一次只一个经验 你今次见过一个麦当劳牌 你有这个经验 你第二天去见过麦当劳牌 虽然你感觉上是同一个麦当劳牌 但是你见过麦当劳牌 已经是有不同的经验来的 其实我们每一次去接触所有的人 事物只一个经验的发生 嗯,所以这个就是 《心经》讲的叫做 色不宜空 而一个色的东西 所有的物质的东西 其实你觉得它不变 其实是 它告诉你是错的 是脑子告诉你不变 其实那个事实 其实它每天只有经验 每天都有这种变化 变化 而它怎样要这样说 就是叫我们不要执取的经验 经验只是经验 过去就由它过去 过去就会有另一个经验 是 不断你会有不同的经验 去发生 而这个空性 就是告诉你 你会有不同的经验 你会有不同的经验 例如一些实物 或者一些对外界接触到的经验 或者一些对外界接触到的经厌 就离不开这个空性 其实它是这样说的 是的 而空不宜色 又可以代表你这个空性 如果你没有了这些物质性 来显示这个空性 又不行 我又不可以跟你说 什么是空性 好像我跟你开一个频道 跟我们的观众 去说一包空性 那我们都要拿这些色 就是这些不同的材料 来做一些例子 所以它说 色就不宜空 就空不宜色 是否可以这样解释 就是简单点来说 不要差得太远的话 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它第一部分 就会跟一些很执着的人 说所有东西 我是不变的 突然间 我现在在家里 永远在家里 我身体永远在身体 如果家人 突然间有人离开了 我会很惨 就是有些人会很执着 他就会第一句 就是他会破 他就会用色不宜空 来破了一些人 但有些人就觉得很消极 哇 就是所有东西都会 无常不变 我是可以什么都不理的了 我可以什么都很消极的 反正所有东西 最后都是什么都没有的 没有一样是真正的 家里我可以不理 家庭事业我可以不理 那么他就会用第二句来破 那些人说不是啊 空不宜色 是因为这种空性 所以你要变得更加要积极 因为他刚才你说的对 他要用这个空性 他才是用这个空性 而显现所有的大千世界 所有东西 有这个空性 所以你会有你的家庭 有你的子女 有你的事业 因为他是因缘成熟了 他就会出现了 就像这家屋这样 你现在的办公室 因为空性 现在变成了你Ranfield的公司 可能他三年后的 他的缘是变成另外ABC的公司 然后四年后他有可能变成一个餐厅 或者可能可能变成一个货仓 但虽然这件事不是真实 永恒不变 但因为他的恩怜据 他就会有一个出现 所以当你这个公司出现的时候 你要好好珍惜他出现了当下 所以他第二句就是说 空不宜色 就是这样 有什么要补充一下 其实第一句和第二句就是 你所有的物质 用物质来解释 即是一些 physical substance 或者你看到的东西 你听到的东西 属于第一个色 所有东西都是有这个空性的性质 离不开这个空性的性质 而这个空性的性质 因为你想表达这个空性的性质 又不能离开我们的感官 来接触这个世界 又是要靠这些物质性 来显示这个空性的性质 其实这句就是告诉你 这个theory就是 色不宜空 就是空不宜色 就是这样 我再普通一次 其实我们的感官 眼耳鼻舌身 都是眼永远 不会永远都是那么很近 像我以前是不用戴眼镜的 我现在有近视 有老花 有散光 所以现在要戴眼镜的 但是你不能讨厌眼的 你一定要靠眼 因为眼睛会不断变 你要靠眼睛去接触到外景世界 你没有眼睛是看不到外景世界 虽然外景世界是空性的 但是你一定要靠眼睛 靠耳 靠鼻 靠口 靠身体 可以接触到外景世界 再简单一点 另外一个例子 一只杯 如果一只杯是实不宜 就是一个很确实的杯 那只杯永远是一只很确实的杯 你不能装到水 不能装到可乐 不能装到柠檬茶 就是因为那只杯里面是空的 所以你今天想喝一杯水 但是你说这个空 又是说什么都 就是空深的空 不是空性的空 我怕别人会有点疑惊 是的 所以是的 其实有些人觉得空 是不是就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呢 其实因为它是什么都没有 才可以变成什么都 就是叫做空中妙有 所以因为好像一只杯 因为一只杯里面是空的这个理論 才可以突然会装一下水 装一下可乐 装一下柠檬茶 装一下咖啡 装一样 或者做一个筆筒也可以 你把一只杯插了筆 就变成一个筆筒 但是你刚刚说这个空 你的意思不是 因为它是空深 是不是 不是空深 是的 不是空深 但是也可以当一个空深理解 好 一只杯的 我再简单一点 一只杯的 它现在装了水 你就觉得它是一只杯 如果一只杯 我不用它来装水 我用来拆花呢 那你有没有代一只杯 不会 你代一只花盆 你代一只花盆 好 反过来 我现在不要把杯 插筆 那你叫做筆筒 做什么 不同 筆筒 是的 或者有些人把杯 插筆刀叉 变成一个插筆 其实因为它是空深 看一看它的恩怨 变成什么 就叫做什么 嗯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 我觉得挺好 那我们下一集 今集我觉得 色不移空 空不移色 就是这么多 那我们下一个环节 就说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句真的经常都听 那我们其实 假一会回来 我们又继续再说 好吗 好的 那大家觉得 好 就继续支持我们 订阅 我们的频道 还有如果有问题 是的 hello at you5.io 就是我们的邮箱 好的 谢谢 待会见